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 第459章柴油 帅呆了 红孩儿道 丁宁顿时给了他一个开心的笑容 又跑了 方正和红孩儿对望了一眼 红孩儿道 师父 丁宁姐姐可真够努力的呀 那小子要是这都追不上 都对不起丁宁姐姐 方正身有同感的点了点头 拉着红孩儿就躲了起来 没多久 王伦带着绍心秀就来了 王伦 这是哪儿的人呢 今天应该没有表演吧 绍心秀道 王伦神秘的一笑道 怎么会没有呢 你看 说完 王伦拍了拍手 下一刻呀 一个小丑从后面跑了出来 翻了两个跟头 然后比了一个调皮的动作 啊 可真有啊 绍心秀 简然是惊讶了一把 小丑斗海豚 这是啊 这家那个海族馆的特色表演 这一场呢 专门是为你表演的 王伦低声道 绍心秀的翘脸 刷一下就红了 两个人坐下 只见小丑在台上拿出了一个哨子 吹起了口哨 随后又来了一个小丑 这个小丑的技术就没那么娴熟了 跳了跳 笨手笨脚的直接摔进了车子里 绍心秀立刻就被逗乐了 王伦也跟着笑了 方正和红孩儿则皱起了眉头 他们看得出来呀 那个笨手笨脚的正是丁宁 不过下一刻 另一个小丑 韩教练吹了一声哨子 接着呢 两条海豚钻进了水里 没一会儿 丁宁骑着一条海豚就冒了出来 做出了一个古怪的表情 逗得绍心秀是无罪孝着 哎呀 王伦昨天看得有点呆了 随后丁宁跳上了岸 拿了一个小鱼 喂食海豚 海豚跳水翻跟头 转着圈圈 甚至还有唱歌的 一项一项表演是十分娴熟 看得方正和红孩儿是目瞪口呆 没有语言交流 竟然可以将海豚训练的如此听话 简直啦 师傅 我感觉丁宁姐比你厉害 红孩儿道 方正跟着点头道 至少他没有兽语术的情况下 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快表演结束 这个时候丁宁对着王伦 还有绍心秀是弯腰行李 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古怪的表情 看起来十分的滑稽 王伦则起身 邀请绍心秀过去 绍心秀惊讶的道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王伦自豪的道 同时看向丁宁的眼神 尽是感激 两个人来到台上 丁宁看向韩教练 韩教练无奈地笑了笑 吹了吹哨哨子 两条海豚冒出水来 绍心秀轻轻地 抚摸着海豚的头 笑得是无比的开心 一条海豚突然窜起 亲了绍心秀一下 绍心秀更是惊讶地叫了出来 边上的王伦呢 更是笑开了花 他觉得距离自己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 丁宁则悄然地撤退 来到边上的一个房间里 对着方正道 法师 上吧 看你们的了 方正苦笑了一声 深吸一口气 拿着鲜花 就登场了 和尚送鲜花 那简直了 方正估摸着呀 他也算是开了各大寺院住持着鲜河了吧 倒在他不是为自己送的 虽然他很渴望自己有机会也送上一次 看到一个白衣和尚 捧着一捧鲜红的玫瑰走出来 绍心秀惊呆了 看向王伦道 这 绍心秀小姐 生日快乐 这是王伦先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愿意永远开心幸福 方正有点小紧张 这一辈子 第一次送女人玫瑰花 别管是不是为自己送的 终究是出自他的手啊 紧张啊 光头上都出汗了 绍心秀看着方正那模样 忍不住的笑出声来 王伦 我 我还第一次被僧人送鲜花 真弄得我 真是让我一生难忘 王伦刚开始看到方正捧着花来啊 还有点担心呢 听到绍心秀这么一说 顿时松了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红孩也来了 送上了巧克力道 绍心秀姐姐 这是王伦先生送给你的巧克力 祝你生日快乐 绍心秀看向王伦 王伦翘脸微红 不过依然显得十分激动和紧张 绍心秀欣然地收下道 谢谢两位法师 谢谢你 王伦 王伦连忙道 不客气 不客气 然后对方正和红孩儿道 两位辛苦了 方正微微一笑 带着红孩儿转身离去 进入了边上的房间 还没进屋呢 就听到里面一个声人响起 方正眉头一皱 推门入 只见丁宁用毛巾裹着头 衣服已经换好了 看到方正心来 刚要说话 结果又是一个喷嚏打了出来 红孩儿关心的问道 丁宁姐姐 你是不是感冒了 可能是刚才跑热了 突然掉进水里 有点不适应 过一会儿就好了 东西送了吗 丁宁不以为然地说道 方正则道 东西送了 你如果不舒服的话 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 从小我妈妈就嫌弃 我不会生病 说我是小怪物 就算真的感冒了 出去走走就好了 走吧 转移战场 这回 这回可是大项目 说完呢 丁宁拉着两个人 就往外跑 出了水族馆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半了 丁宁赶紧叫来了一个出途车 几个人上了车 赶回家 这一次啊 丁宁带着方正和红孩儿 进了他的家 只不过丁宁一进屋 就跑去捕的东西了 方正和红孩儿就坐在客厅里 方正绝对不会乱走的 这是别人的家 作为客人你乱走乱看 尤其是去洗手间或者卧室啊 那都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这一点呢 方正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他虽然淘气 但是有底线 所以他在村子里才会那么有人缘 否则真的只是一个熊孩子 估计大家躲还来不及呢吗 不过红孩儿就没有那么安分了 坐在那不停地挪着屁股 仿佛屁股上长了窗子的 终于趁方正不注意 跳到了地上 喊着又上厕所 然后就跑路了 方正总不能不让他上厕所吧 只能提醒了一声 去跟你丁宁姐说一声 然后你再去 红孩儿连忙回应了一声 这家伙跑去了一会儿 没多久 鬼鬼祟祟的就跑了回来 然后坐在方正边上 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你干什么去了 方正问 红孩儿道 上厕所啊 然后我就回来了 师傅 你看我多乖呀 方正忽疑地看着红孩儿 总觉着这小子啊 没干好事 不过这时候 叮咛出来了 抱着一个大纸壳箱子 苦兮兮地道 哎 法师 得帮忙了 这个有点重啊 本集播讲完毕